24位台湾国际青年大使 到访马来西亚 其中参访吉隆坡慈基医疹中心 和安邦慈基难民学校 了解难民在异乡面对教育和医疗的挑战 家里反对他们上学 觉得上学是浪费时间的 孩子这么大了 13岁都比妈妈高 应该去工作了来养家 难民孩子平时所学的 这一天派上用场 用来迎接来自台湾的年轻人 本身自己很喜欢从事自工工作 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 学习到这么多以后会促使着我 更想要去走出国际 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就是以自己微薄的力量 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更加的激励我 让我有这个动力去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意愿 要比较全职服事 跟做自工那种类似 就是去服务这样 行程包括前往吉隆坡 此基金司堂与雪龙瓷青交流 藉由我们马来西亚的 雪龙峰会的瓷青 跟你们年轻人的交流 我们大家看到 年轻人的活泼是一样的 年轻人的想要做的事情 也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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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理想 是可以是实现的 见证年轻人力量 雪龙瓷青分享如何在当地发挥影响力 他们都那种付出无所求的心态 就让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医生 他前一晚职业办公工作的时候 他还是敢来那个医者来帮忙 然后就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然后我既然我有医疗背景 所以我就更应该的来防处他们 因为本身是医学系的背景嘛 就去取自己可以 就算课业在忙 就是尽量都有一点时间去接触一下 尤其是难免医疹的那个部分 然后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多去参与这种难免医疹的活动 当然我觉得就像师公讲的 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所以除了就是做医疗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以外 那种教育那种医味教育也是要做好 因为领略到我们持继 这样的一个精神关怀之后 一个崭新的种子 这个种子回到台湾之后 我深信也因此搭建了我们青年大使 跟我们持继青年 跟我们持继所有的团员 一个很好的桥梁 这一趟交流计划 为台湾两国青年建构相互学习平台 期许善知识在心中生根 在未来发挥良能 帮助更多苦难人 大新闻林静兰罗国聪 张志亮马来西亚报道 好 感谢观看